高雄電影館今年推出女神電影展 集合五十年來十位法國女神和名導合作的電影 包括法國第一美人凱薩琳丹尼佛 性感女星BG八度 還有囊括四座影后的伊莎貝與裴等等經典女星 她們跟高達雷奈等名導 開創了法國電影的黃金時代 另外同步登場的攝影展是已故英國傳奇攝影師凱特貝瑞 她生前拍攝二十五幅歐洲女星的作品 其中一位就是她的影后妹妹夏略蒂甘思博 凱薩尼丹尼佛她的那個秋水衣人 她裡頭又演又唱 然後就我覺得那時候她成為所有的 不只是法國人就全球觀眾 許多男性觀眾心中的女神 金髮大眼的凱薩琳丹尼佛被稱為法國第一美人 六零年代與BG八度建立女明星的兩種經典形象 你要談到六十年代女神絕對不能忽略BG八度 BG八度她其實不是以她的演技建長 她的演技其實應該嚴格來說是算還好而已 那另一方面她其實演出許多的那些比較藝術的藝術電影 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一部這個清滅 然後她在這裡頭一方面她也是一開始就出現她的裸背 毫不免俗的也是去拍了她的好身材 電影清滅諷刺好萊塢金錢至上的明星工業 在明導高達的鏡頭下 BG八度展現出美色之外的角色深度 女神電影展網羅五十年來 十位法國女神和高達 雷奈 夏布洛等聚將名導 影展不只播映經典修復版 還將首映BG八度的傳奇紀錄片 及四座影獎得主 伊莎貝與貝的新作品 公認全世界最會演戲的女人伊莎貝與貝 這次就故意挑了一個你平時看不到的 她的最新 算是最新的作品 所謂的女神我覺得有時候是 你如何把一個小角色演得好 然後演得強演 女神電影展概念發想 自已故傳奇攝影師凱特貝瑞 所拍攝的二十五位 歐洲女神肖像 我收到的演員們說 她覺得她完全不信心 她完全不斷 難怪我們看到一個美女 像Katrine Deneuve 完全不斷在睡覺 我們知道美女都在玩 那一刻我們有印象 她並不自然 她非常自然 沒有妝 沒有衣服 凱特貝瑞出身演藝世家 母親是珍伯金 頭母義父的妹妹是坎承影后 夏律蒂甘絲薄 她擁有獨特的藝術家眼光 因為她在演藝術家 她在演藝術家 都很純粹 很純粹 甚至一架 就在她身邊 全身體 就是 透過電影和寫真 讓影迷重溫 明道與謬思的非凡風采 在演藝術家